特區政府都關注到近期有不少在海外升學的大專學生 都準備前往海外衛生學期的開學做準備 而近日我們收到部分準備前往葡萄牙開學的學生 就是一些訴求反映 特區政府十分之諒解和明白家長和學生的一些憂慮 在收到相關情況和訴求之後 我們本局已經與相關的院校進行溝通 由於陸續收到家長和學生反映和查詢 我們局在8月中構建了網上的登記系統收集更多資料 有關系統已經在上星期截止登記 共有178名在葡萄牙就讀的澳門大專學生進行登記 分佈在葡萄牙14所不同的高等院校 大部分學生暫時不打算前往葡萄牙開學的原因 主要是擔心當地的疫情 校方的防疫安排 以及缺乏前往葡萄牙途徑等等 本局就著上述的情況 分別與葡萄牙高校校長聯盟 CRUP 以及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協調委員會 CCSIP進行了溝通 兩個組織核下的大部分院校已經確定了 在2020年21學年第一個學期的授課方式主 就會在面授為主 也都會因應課程的安排 是會透過網上線上教學的方式做補充的 假如有學生不能夠抵達葡萄牙的話 部分院校都會接受學生延期科學的申請 而相關院校都會十分重視校園裡的防疫安全 將會制定嚴謹的防疫措施 包括規定在校內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縮減每班上課上人數上限 以及學生錯風上課 而本局和教清局在8月中旬的時候 也同接見了在葡萄牙天主教大學就讀的 澳門學生和家長代表 聽取他們的訴求 以及轉達和上述兩個組織的溝通情況 學生家長都表示 如果倘若學校不能夠安排網課的話 他們或許都會考慮選擇休學 而根據我們著握的資料 部分學生目前正是接受特區政府的獎助學金 而根據有關計劃的資助章程 學生是可以申請休學 而休學的學年是不會計算在授助的年期裏面 等到他復學之後 就可以獲繼續發放和計算授助年期 同時學生在當地的住宿安排 包括地點或室友 根據有關的計劃資助章程 都是沒有規範的 而本局已經透過電郵的方式 將上述的資料轉告給易登記的學生 同時提供由本澳前往海外的一些航班的資訊 同時我們局也都再次致函 被葡萄牙天主教大學轉帶學生的訴求 關於葡萄牙高校校長聯盟 以及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協調委員會的決定 是屬於葡萄牙高等院校的教學自主 而有關決定特區政府是尊重的 而我們特區政府也都會持續和 葡萄牙的相關高校保持溝通 在這裡希望各位家長和學生審視自身的情況 作出適切的決定 而我們局也都會持續和澳門駐 李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保持溝通 如果學生在學習或生活上遇到困難的話 其實是可以聯絡辦事處的 辦事處的電話是葡萄牙的351-2178-18820 而電郵是decmacau at decmacau.pt 而本局也都會和上述的聯絡資料 轉加回我們的學生和家長知識 而已經在當地的學生 如果是有需要的話 也都可以主動聯絡辦事處 而在這裡也都轉述辦事處的一個通知 根據葡萄牙移民局的一個電郵通知的話 如果持有已經過期的葡萄牙居留卡的話 他們獲准延長的有效期是會去到今年的10月30日的